香港的艺术学校的学生 在梁树英前面 十个人有八个人 做出反对的动作 我对这些学生致敬 已经一国两制那么久了 已经所有的东西都做了 请问为什么香港的人民还反对 这就代表没有说清楚 没有得到真正的东西 所以我们今天 张安乐从以前就讲一国两制 这个大家不要怕怕什么 假如我们信念很坚定的话 他今天不是第一天讲 问题是我们的政府明明知道 为什么熟令自知 我最后这一句话 所以我们要问最近很多状况 熟令自知 刚给大家看的板子 你看严谨标选前帮了马总统 结果现在想把他处罪 然后选前马亦南 去密会了张安乐之后 现在张安乐高调回到了台湾 所以我们现在也强烈怀疑 请教段兄 其实你看服务贸协议 强硬的签署 现在吴伯雄去中国大陆 谈一中架构 然后这个服务协定 你就硬硬逼着老百姓要吞下去 你是不是也在还中国大陆什么债呢 这个我拿这一棋的这个新新闻 你看它的标题 叫做任期最后三年 马英九统一大药禁启动 服务协议出卖台湾 马习惠才是目标 我觉得其实我们今天看到这些奇奇怪怪的现象 都不稀奇了 记不记得我曾经去年就开始在节目里面讲到 调查局的局长的弟弟 那个时候这个军情秘账跑出去了 对 同案四个被告只有一个跑得掉 而且他哥哥就那个时候是调查局的高官 那当然被通弃了 然后调查局的这个张局长从副局长到局长 然后我们揭发的时候 他说我不晓得我弟弟是通弃犯 对不起我不晓得我弟弟是通弃犯 好去年七月退休了 现在他的职务是什么 各位知道吗 国安会的咨询委员 这位调查局的局长退休之后 马总统把他延揽 变成他的国安团队的重要幕僚 所以我们在讲说 我们要国安 党委也要去注意 怎么注意 这不是笑话一桩吗 我们今天要问的是 包括张安乐 或者陈优豪等人 他们无论在台湾犯了什么罪被通弃 很有趣他们在中国被奉为上兵 他们在那边起居之奢华 或者派头之大 我们必须要问说 台湾犯罪的人到了中国 你逃过去也就算了 有的同期犯在那边就躲起来了 我找不到他 他在里面就每天吃 自己煮个卤肉饭在那边 躲在这个小公寓里面 那个才叫做逃犯 我们这个不叫逃犯 我们这个是另外一个国家的贵宾 你如果今天是一个 有尊严的国家 你能容许这种现象吗 是 你要不要跟他抗议 你要不要跟他要求 说逃过去了 你让他这样子 你把我这个政府当做什么呢 我跟大家讲 据我知道 在2004年 陈优豪曾经被抓到 在泰国 在泰国的机场 他过进泰国的时候 被泰国的移民官员留置 然后要把他送回台湾 结果是谁出面 去把他救了 是中国驻泰国的大使馆 出面把陈优豪被救出来 2007年在日本 陈优豪要去帮降陆公司 去采购机器 在日本的机场被留置了 他在那边得罪的人